最近有位军迷诉苦 说他不幸遇到杠精 足足请了三天假才对应 讨论的是苏二气的雷达 由于其采用倒置卡塞格伦天线 而被称为道卡神器 这引得他和杠精对该天线的原理 进行了激烈辩论 那么倒置卡塞格伦天线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 这还要从抛物面天线说起 这种雷达天线在抛物面焦点处 安装一个喇叭溃源 将高频电流变成电磁波 以球形的波阵面向抛物面辐射时 会被反射成平面波 于是以很强的方向性离去 而接收的回波还是平面波 又被抛物面反射成球面波 回到焦点 形成聚集接收 所以这种天线依靠较大的焦距和口径比值 更容易获得高性能 但无奈整体尺寸太大 很难塞进机头里 那有啥方法解决呢 请看VCR 1978年4月20日 一架韩国波音707客机误入速链领空 被国土防空军的苏-15战斗机 拦截机商 迫降冰湖 几年后 苏-15再次误击一架伊朗客机 导致全员遇难 1983年8月11日 一架韩国波音747 再次误入苏联领空 很快苏-15就让全部269人 摒了盒犯 看来这款客机屠夫名不虚传 暗途所记 原来及早机型号 安装了戴卡塞格伦天线的 鹰5-8雷达 那么这种天线有什么优点呢 其实卡塞格伦天线就是将溃源挪到了反射面 让电波向前照射复反射面 使初次反射的球面波得到整形优化 然后被抛物面反射成平面波离去 由于复反射面的优化 使电波分布更加理想 天线的口径效率和增益因此提高 探测距离增大 同时这种天线的焦径比更低 体积更小 方便机头安装 但部分电波被复反射面遮挡 又造成整体增益降低 使探测距离损失 同时还使电波的旁伴电瓶升高 瓜分了主瓣能量 降低了抗干扰性能 所以1968年投产的第二代苏十五 换上了采用倒置卡塞格伦天线的台风雷达 据说能解决电波遮挡的问题 为了研究倒置卡塞格伦天线 我们决定亲手制作一个 第一步找一块玻璃缸蜂窝内心加层板 在外表面粘上45度角的金属丝 内表面粘上密集的铜丝网和铝片 并把中间挖个洞固定溃源喇叭 第二步用口径稍小的玻璃缸制成抛物面 粘上水平金属丝 第三步调整两个反射器的间距 让溃源正好位于抛物面的焦点上 这就是导致卡塞格伦天线 工作时溃源发出的电磁波 在空间任意一点测量 其电场强度都在水平方向上 随时间周期性变化 因此被称为水平集化波 而前方的抛物面隔山 只允许垂直集化电波通过 因此将水平集化波反射回去 于是溃源发出的球面水平集化波 就被反射为平面水平集化波 打在后面的45度金属丝上 而这些金属丝又将入射电波的集化方向 从水平扭转成垂直 并再次反射 使电波无阻碍穿过前方隔山离去 所以导致卡塞格伦天线 通过前方的集化隔山 和后方的集化扭转板 解决了电波遮挡问题 并且后板偏转30度 电波就会偏转60度 因此大范围扫描更加轻松敏捷 接下来给天线配上雷达主机 这就是米格21 23 25级苏27等 积载雷达的基本构型 这个到卡天线的前后反射器 都可承受中心频率约10%的总带宽 从而使该雷达的频段 和可用频点范围扩大 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最后用夹着金属条的玻璃钢罩子 给它罩住 这些基础条可阻挡前后反射器的边缘辐射 使天线的原厂旁半降低 又白嫖了些许增益 然后把这一坨塞进机头里 就变成了口口相传的盗卡神器 虽然采用导致卡赛格伦天线的基赛雷达 曾在众多二代战斗机上服役 但如今其性能早已落伍 难堪一用 如果真的有杠精仅凭盗卡神器这个名字 就替其性能辩护 那么请记得叫上我一起围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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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